王國健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 我本來不想說 因為身邊有很多人都勸我不要說 因為梁振英都落莊了 你還幫她說話 沒有什麼好處的 那只會招來 萬箭穿心 事實在網上很多文字打手 就一定會圍插你的 這個的確有幾得人怕的 所以我們有些聰明的同事 都在這段時間安排外遊 中國古語也有一句說話說 君子不立危場之下 這個年頭的主席 不單是君子不立危場之下 連淑女也不立危場之下 說回今次的 彈劾鬧劇 這一場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一場政治鬧劇 為什麼我叫它做 彈劾的鬧劇 因為大家都知道 彈劾最終的結果是什麼 彈劾就算通過了 最終的結果 就是行政長官下台 但是 還有不夠三個星期 他都已經是做完了 那你這個彈劾還有什麼意義呢 這個彈劾都沒有走完程序 最後就終止了 所以這個彈劾本身 是完全達不到任何的目的 只是滿足到反對派議員 是搭一個平台 最後的機會 罵梁振益親 罵到他糾缺臨頭 侮辱一下他 只是達到這樣的目的 主席 如果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 講到自己怎樣偉大 怎樣正確 怎樣無限上綱 去吹大這件事呢 我覺得沒有必要 你純粹老老實實 要不像梁耀忠昨天這樣說 我贊成他老實 他說 我們彈劾其實是給傳媒一個機會 什麼機會 傳媒審訊的機會 的確 我們面對這件事的時候 如果我們夠膽走出來 講句公道說話 不單止面對網上的文字打手的圍攻 還有 是有部分的傳媒 是會用一些很巧妙的方式來配合施壓的 主席 我昨天上午就無端端收到一個 自稱為港台議事論事的記者 傳了短訊給我 要求 是我們就著 有關 防止歸勞條例第八條 那個應不應該規管行政長官去表態 本來這個很正常 但是 今長時間 傳媒如果要跟進這個議題 今長時間 為什麼不找我問呢 我記得以前問過 好像兩三年前都問過這個議題 我們都答過 也都表過態 為什麼現在又再回頭再問呢 而且在這個時候 在彈劾特首的時候 再拿回這件事出來 還要限制我在昨天的中午 要給他一個答覆 是不是想引導 市民呢 是朝著 將特首 彈劾 和 防止賄賂 和賄賂 收黑錢這件事 是聯想在一起呢 這樣做公不公平呢 這一種的配合 著不著職了一些呢 主席 說到這裏就算了 主席 因為再說說我干涉言論自由 我的小人物擔當不起的 但是 老實說 有些事情 公道自在人心 要說的 始終要說出來 再說回這次彈劾的理據 我聽到很多反對派的議員 在說彈劾的理由 一些就是說 是UGL事件 他有收到錢 是涉嫌 是受賄 諸如此類 不適當收錢等等 但是 正如我們很多同事都指出 喂 UGL發生了幾年了 這件事如果有夏文的 什麼都爆了出來 統了出來 為什麼 冷飯炒完又再炒 炒到今時今日 去到最後的機會 都還要 放它上台 插它一餐呢 UGL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相信 昨天莫乃光說得公平的 是應該留給 執法機構和法庭去做判定 不是我們在立法會 這個政治帳綱 這個泥漿的鬥秀率各場 在這裡搞一輪就可以拿出的結果 第二個彈劾的理由就是 梁振英 梁振英干預 UGL 專責委員會 的調查範圍 這個是切頭切尾的誤導 主席 梁振英修改的版本 不是調查範圍 大家搞清楚 那個是調查範圍的建議 來的 即是說 未成為調查範圍 只不過是一個建議 建議是公開的 放在網上的 任何人可以對他提出意見 包括梁振英在內 可以對他提出意見 他做得不好 觀感上令人覺得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沒有正式寫信 給委員會提出他的意見 另外一個就是他和周浩鼎 討論這個問題其實也沒有什麼 只要周浩鼎認同 你這個提議 我接受的 都是我的想法 當他交這些意見 給委員會的時候 是說一聲 這個是經過CY的修改 什麼事都沒有 其實法律上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事實是做得不好看 令人觀感上的感覺 好像兩個人打龍通 但是正如我剛才說的 並非是修改那個調查範圍 而是修改一個建議 這個建議是要通過委員會 討論通過拍板 才可以成為調查範圍 當委員會未曾決定的時候 這個只不過是建議而已 修改一個建議有什麼大不了 那叫做干預嗎 林卓廷議員還說到香港 開埠以來最嚴重的干預立法會事件 我想提醒一下林卓廷議員 或者他年紀太輕 不懂歷史 以前的立法會 是英國 港英政府委任議員 港督做主席 他是不需要干預立法會的 他是控制立法會的 林卓廷 聽不聽到 將這些事情無限擴大 有好處嗎 將一些歷史 講一些不講一些 誤導我們的年青人 有好處嗎 怎樣是開埠以來 最大的干預立法會事件 要不要講到這麼大 還有林卓廷議員 口口聲聲經常說 ICAC開了檔案 在查CY的 我想提醒 ICAC開檔案 這個門檻是很低的 如果他們去看一看 我相信有一大疊 是有關反對派的議員 的檔案在裡面 有什麼這麼奇怪 ICAC在查 就不代表有罪 就算ICAC查完之後 起訴好像梁國雄議員那樣 我不認為他現在是有罪 因為最後是法庭判決 有什麼大問題 ICAC在查 這樣就可以證明他有問題 所以我們 不要未審先判 今天反對派議員 在立法會做的事情 就是未審先判 如果是未審先判的話 我們這個UGL 專責委員會 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呢 主席 我一直主張 要解散這個委員會 重選 其實 原因之一就是這樣 這個委員會本來的威信 就不高 它不是代表立法會 多數人的意見 不是多數議員的意見 而是少數議員 通過程請的方式來成立 本來威信不高 再搞單這樣的事情 再加上梁繼昌議員 有明顯的角色衝突 在泛民的包庇之下 死都不肯退出這個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 百孔千瘡 這樣工作下去 還有意義嗎 泛民今天 反對派今天 未審先判 定了這件事的 已經定了這件事的性質 這個委員會還調查什麼呢 我覺得 這些政治大龍鳳 我覺得 在立法會上演得太多 在CY 離開的前夕 都還要搭一個平台 來羞辱一下它 來攻擊一下它 從政治上來講 可能你們覺得很過癮 但是這些事件 對香港有益嗎 我們做了這麼多 講一些不講一些的誤導 香港市民的事情 對香港整個社會有益嗎 主席 我今天發言 是講了一些我心裡的說話 可能之後會被人圍攻的 但是都沒有辦法 因為總要有人出來講一下話的 工聯會反對這次的彈劾 多謝主席